而幻象链镶嵌银白钻石奢华贵气 灯光下闪闪发光 尾巴战争开打 有民众就在论坛发问 台湾是否会受到影响 有人点名钻石恐怕会开涨 会这样说就是因为 以色列是世界的钻石产业大国 根据资料显示 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钻石 在以色列加工交易 据了解以色列主要负责钻石加工 也有原始厂商 同时以色列还是世界三大 抛光钻石中心之一 根据2010年的统计 世界有9%的钻石都在以色列抛光 以目前的价格来看 最高级的伊克拉钻石 大约是50万 未来会不会变贵 专家就分析 现在市场上还有库存 短线上不会看到价格波动 至于会不会缺货 专家认为几率不高 因为钻石产业第二大国 印度会加紧生产 补足缺口 投资人也关心 其他的原物料 上市黄金石油 价格是否会受到波及 专家分析 因为美元还是持续强劲 想避嫌买黄金的诱因 就减少了 尾巴冲突 点燃战火 国际原物料价格也备受关注 宇宙新闻 朱光宏皮姐台北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